各位朋友,大家好!今天介绍《情怀八燕之六》《穷国乱世》陈媛媛 首先我们听一段 不错,里面设计的就是我们今天要介绍的陈媛媛 陈媛媛本性行,明软,自玩粉,江苏武近人 苏州玉逢,鲲腔般歌迹,从小聪慧过人,多才多艺 成为艳压江南的绝代名花 她歌声悠扬,荡扬着醉人的魅力 她美色天静,秀淡,抖落着青春的纺则 她的才智反映出理性与智慧 她游异于男人的声色犬马之中 更加盈衬得她的国色天香 无与论比的乱世佳人 那么她究竟有多美呢? 鹿顶记里为小宝 初见陈媛媛 她是秦楼 厨管里男人们真相异度的头牌 她是色家天下之色,生家天下之生的绝世名林 她是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红颜之己 她与崇祯冒屁江 吴三桂这几个男人纠缠一生 她就是名动天下,令男人们直爱美人 不爱江山的秦怀八季之一,陈媛媛 陈媛媛是一个苦命的女孩 她从小就被送到戏剧班里学唱戏 学成以后只能依靠卖唱过日子 后来被有钱人家买了去 没多久又被送回了青楼 可怜的陈媛媛 年纪清静 人生便如此坎坷 那时的妓女卖艺不卖身 陈媛媛初时在昆巨般走红 也就是这个时候 她遇上了一生的挚爱 冒屁江 冒屁江十分有才华 随便说出来的话 都会让陈媛媛如痴如醉 在前期节目冬小婉礼 已经重复过一次 今天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 陈媛媛一次柔声细语 对披茂江说 茂郎今天我就豁出去了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两个人在苏州过了一段 相当缠绵的小日子 陈媛媛这时候就舍不得暴屁江 她心想 如果能嫁给茂屁江这样有才能的人 也算是找到了一个妻生之所 她就把自己的想法说给了披茂江 可是这时候披茂江却忧郁了 她虽然跟陈媛媛立下盟约 但从来就没有绿约过 陈媛媛 为此亲自赶往披茂江处 结果没有遇到披茂江 反倒遇上了披茂江的母亲 她的母亲打心眼里瞧不起陈媛媛的出身 所以对陈媛媛自然没有好言好语 再加上披茂江屡次失约 陈媛媛认为自己被披茂江玩弄了感情 从此再也不相信真爱 情怀八雁里面能与皇帝有纠葛的为数不多 但是陈媛媛是其中之一 下面我们看一下陈媛媛与重征帝的风情 据说陈媛媛晚上被送到宫中 依稀粉色的薄纱衣 嫌细的腰上系着一条丝韬 裸露着双肩 蒙披着如波似浪的两条飘带 伴随着翩翩舞步 散发着阵阵焚芳 有意无意闪漏着一对风乳 和一双修长节排的大腿 约发是陈媛媛性感 亮丽到女人的极致 陈媛媛仰卧在硕大的龙床上 无眉焦离的没有半点瑕疵 她一手扶着缠冻的乳头 一面遮掩着神秘的下体 活脱脱一个睡美人 重征抚摸着陈媛媛仰指般柔软的脖颈 摸索着白嫩丰满的乳房 以及平坦滑腻的小夫 扑鼻的焚芳 焦低的泥难 重征是一个莽撞性急的骑手 猛的跨上那陌生的身体上 就是这样 各位观众 可能你都有感觉了 陈媛媛愣是没有被重征帝临幸 出于某种原因 最后被人从龙床上拖走 本来陈媛媛是被田红玉送给重征帝的 现在被从龙床上拖走之后 又送还到田红玉处 田红玉大陈媛媛41岁 对陈媛媛早已垂陷欲低 金乌藏交 由于种种原因 田红玉并未能占到陈媛媛的便宜 现实向皇宫献美不成 既又转送海关总兵吴三桂为爱基 我们看一下初见吴三桂时 对陈媛媛的一些描绘 陈媛媛双眼一挑 性眼编如黑葡萄般精灵拙人 苏兄显露着诱人的乳沟 姿态放荡 娇声低语 陈媛媛和吴三桂销混到天亮 享受了情欲宣泄的快乐 体为了灵魂与肉体融为一体的无限甜蜜 李自成攻克北京后陈媛媛被俘虏 受到闯王都督刘宗敏的幽臂时报 在这里需要说明 她的时报并未得逞 吴三桂冲冠一怒伟红颜 勾结清兵入关 大顺夭折 功败垂成 从上面我们啰里啰嗦说了一大堆 现在看看电视剧里是怎么归纳陈媛媛的身世 你既然是平息王的王妃 为什么会在这里戴发修行呢 说来话长 贱妾出身苏州风尘 不瞒大人 就是说小女子本来是苏州的妓女 夫人比那些戏里演的陈媛媛都好看 我记得崇祯天子的皇后姓周也是苏州人 天子却宠爱田贵妃 皇后跟田贵妃斗得很厉害 皇后的父亲嘉丁伯从妓院里把你买出来 送入宫中盼望能够分田贵妃的宠 可那崇祯天子又姓国事不惜女色 你在宫里待了没多久 皇上就吩咐周皇后把你送出宫 后来平息王向嘉丁伯把你要了去 他镇守沙海关把你留在北京家里 不久闯王李自成就攻进了京城 把你夺了去 崇祯天子归天 平息王为了你这个不祥之人和他们联兵 打败李自成攻进了京城 吴伟业与陈媛媛并没有交集 但吴伟业作于顺治九年左右的 有名的媛媛曲 里面有痛哭六军巨高速冲冠一怒 伟红颜的名句 还有梦向夫差怨礼游 公俄拥入君王旗 前身何事彩莲人 门前一片横堂水 梦向夫差怨 你又共我 君往起 千生何时 这不是圆圆曲吗 全诗两条线索 陈圆圆的身世 个人在环境驱使下 所经历的种种深沉的痛苦 和突然降临的荣华 吴三桂的两难处境和惨痛经历 为了陈圆圆 吴三桂付出了全家白骨 成灰土的惨痛代价 中华民族从此过上了 男人替发刘辫子的屈辱历史 而陈圆圆 恢恨交集 都说她是红颜祸水 她也无可奈何 我们看一下电视剧里她是怎么冥冤的 其实 我只是一件货色 谁力气大 谁就夺了去 世人都说 大明的江山 几十万兵将 几百万百姓的性命 都是我陈圆圆害死的 可是我什么坏事也没做 连一句害人的话也没说 妻子起源观大击 英雄无奈是多情 红颜祸水啊 眼前这些事 再明白不过了 不对 红颜祸水这句话 我倒也曾听说书先生说过 主要是说那些美女害了国家 其实呢 接下来要是没那些遭男人 遭皇帝的话 美女再美 我看也要害不了国家呀 大家都说 吴三桂是为了陈圆圆 才投降了大清 依我看哪 要是吴三桂当真忠于明朝 就算十八个陈圆圆 她奶奶的吴三桂 也不会投降大清啊 多谢伟大人明鉴 为鉴妾 分辨了千古不败之源 这二十多年来 鉴妾受尽了天下人的唾玛 把亡国的大罪名 架在小女子的身上 这世上 明白鉴妾冤屈的大才子 一位是大事人吴眉村 这另一位 就是大人您了 她与吴三桂冒合神礼 同传异梦 最终 她待发如安为你 清灯古佛 一度残生 吴三桂被清廷 封为亲王 多次豪雨温言 抑郁重续冤养 军遭拒绝 陈圆圆肝肠寸断 最终在云南投持自尽 如此一代幽雾 被后人叹为 屈鞋红杜鹃 哀怨望云天 最后让我们再听一遍圆圆曲 祝福纳权 欧队 中文字幕志愿者有 才也安然 满前一片 恒堂水 好,各位朋友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